记者林心汉基隆报道,苗栗野城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今天捐赠一辆三吨半福具服务行动车给伊甸基金会基隆福具资源中心,能运送、清洁病床、轮椅、变盆椅、住行器等福具,希望未来能将爱心送到大台北各个角落。 伊甸基金会基隆区长李连指出,基隆市有5万多名老年价,2万多名身障者,伊甸承接基隆福具资源中先进14年,福具需求量很大,也有很多住在偏远地区的民众,因为交通距离、资讯不足等因素,无法获得福具服务,透过服务行动车,让弱势族群也能享有安全卫生的福具。 业程总干事许家纯表示,福具专车让服务更具机动性与便利性,帮助更多弱势身障者,福具的清洁维护非常重要,就像家里要定时清洁备单,床套一样,延续使用寿命,让使用者更加安全有保障,期许服务扩大到更多角落,帮助更多需要的民众。 医电人员表示,他们现在的福具服务行动车是用箱形车改装,车体较小,载一张病床就满了,新车可以载三到四张病床,还有轮椅,便盆椅,住航器等其他福具及清洁消毒设备,非常实用。 现在除了清洁消毒设备,气垫床与轮椅,轮胎皮,便盆椅坐垫,扶手等消耗零件也都很匮乏,希望善心民众捐助,让爱心传承下去。 李连说,未来福具服务行动车可提供完善的福具使用资讯宣导,维修及简易清洁,也可针对民众捐赠的二手福具,先进行初步清洁消毒,避免车辆,机构或人员的二度污染,载送至福具资源中心进行维修,清洁,潜造,包装后,可重复再利用,提高福具的周转使用率。